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道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这是一道百家真名的菜 家家会做,你也会炒,我也会炒 那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说告诉大家 我在炒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放什么 不应该放什么 再来就是跟大家想分享一下 这么多年来,我在厨房里面怎么样让一颗鸡蛋物尽其用 今天我们准备三颗蛋,两个番茄 那我们现在先把蛋打开 先打开蛋 我再把蛋清用这样递出来 你要动作快一点的话,你就用手 把它集中到一个蛋壳里面 三个蛋好,差不多可以留出这么多的蛋清 那用这个蛋清派怎么用场呢? 做面膜 我是不太去美容院,几乎不去 因为哈,你去一下,你半天时间就没有了 就是你约好,你到那里也要等 还要花钱,所以在家里比较好 自己用,还没有安全隐患 因为蛋是天然的 好多护肤品啊,保养品几乎里面都有chemical 所以 在家里,在家里是最安全的 蛋清用好,第一时间刨卫生间 把脸做好,然后再出来做菜 面膜做好就切菜的干活 把番茄切成小片 可以这样切,如果番茄大大的也可以这样切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蛋 那蛋里面如果有这个白色的东西你不喜欢 据说这个叫永,我们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我们开始调量,先放盐 放适量的盐 少许糖 糖啊,我都用吊鲜派用场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把蛋炒得蓬松一点 软软的嫩嫩的 那你就加一点水 一般来说,我一个蛋加两汤勺的水 差不多就是这个小碗,小半碗 我们试 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六勺 足够了 我不建议放什么淀粉啊,面粉啊 那个放过以后啊,感觉就像蛋饼 那个蛋好像碗豆公主一样,你给它一点点东西 它就会变 这样打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锅了 先开上火 等油锅热了以后,下油 油可以多下一点 先炒蛋 所以油多一些没关系 多出来的油 我们等一会儿 做番茄的时候就不需要加油了 淡下去 油这个声音才对了 因为放了水,它不太容易变焦黄 用勺子翻炒 待到它结块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先装起来 然后下番茄 为什么先炒蛋,就是可以不要洗锅 然后我们需要加一点水 如果你的番茄是软软的 那我们就少放一点 如果是硬硬的,稍微多放一点 盖上锅盖焖一会儿 让它的番茄汁水焖出来 那接下来等番茄煮得烂烂 我们开锅后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调味 那如果你买的番茄是酸酸甜甜的 水水的 那么你就少放一点盐 顺子不放盐都可以 那如果你买的番茄只是一个番茄的样子 也不酸,也不甜,也不水 那你就要适量的放些盐 加一些糖也可以 那些开锅盖 这个时候番茄皮都脱落了 如果说不喜欢吃番茄皮 这个时候你可以挑掉一些 因为皮肯定有皮的营养 所以我不建议说在煮的之前就把它泡了 撕掉 不管怎么说 这个皮的营养都被菜已经吸掉很多 然后初学者记得多长味道 你多做多长了 时间久了你就熟悉了 这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道理 下少许盐 如果番茄很酸就放少一点 因为一酸一咸就很难吃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汁水太少 你可以再加水 倒入鸡蛋 如果喜欢吃浓味 很酸很甜 那么我们就这样撒一圈番茄酱 这样炒蛋就完成了 记得吃饭之前把面膜洗掉 男生女生都合适 爱美人人有责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